虎花 有齒花 超大的游到旁邊來 看有沒有 我在扁 像這裡來耶 哦 翻的都超大的 這整條溪都齒花了 那邊也是 這樣看起來 它整條 這都口味在扁啊 這頭真的都是 超多 反光不知道看有沒有 底下都大塊 都在扁 全部都是啦 這種的真的很難釣 還有油上來的哦 油上來的應該不是苦花 爆炊啊 有一點時間就來這裡了 上次來是釣得很好啦 但是又一個禮拜沒有下雨了 不知道 不知道 水乾成什麼樣子 這個潭是 應該是 常常有人抓魚啊 連在地的都 沒什麼來釣魚 你看都沒人釣啊 天氣溜溜 看到姜母鴨在對面 姜母鴨 有沒有這裡有寫 本流域河床落差 大暗 暗藏礁石 請務從事任何水域休息活動 本溪流 都雖 雖 雖 雖非屬 風 溪階階段 但不能 獨於電雨啦 一樣要去後面 從這邊走 水量都很乾 距離我上次來又 又一個禮拜沒有下雨了 所以這邊要更淺了 淺你過得去 可以過去雙分流 但是 你深 過不去 但是深 雙分流水量剛好 就是這麼巧妙 像今天這麼淺 容易過 但是那邊水就很乾 所以 最好的水量大概到屁股 這一段 水量到屁股 然後過去 雙分流就會有魚比較多 今天的風有三級哦 哦 開始吹了 哦 沒辦法 所以選擇這邊 比較山裡面的這條 淺淺的是這條溝來 先來釣看看 這條溝等一下 應該兩點吧 上次幾點忘記了 兩點大概就可以 比較遮太陽了 先在這邊 不然 不然今天有30度 會拍攝 先吃午餐吧 現在應該是中午 太太熱了 30度 秋天的30度真的是很熱 這裡啊 這裡有裝飾來 你剛才很淺了十幾公分的 這都有魚啊 那就是 太陽現在太大 可能沒有魚 可能會不在這裡啊 比較陰的時候 魚就 比較會在淺的地方 你淺的地方一定要 陰天的時候會比較好跳 像這種大太陽 它魚很怕 怕被天底撕掉 所以 中前 大太陽就淺 比較不好跳 12點多啊 預計掉到3點 12點多 1點多 2點多 3點多 要3個小時看看 你看 因為你太晚回去 上次太晚回去 不是太晚 上次4點多 回去 在木柵新店那邊塞車啊 塞死了我 所以今天不是要早一點就是要晚一點 不然那個木柵那邊塞車太嚴重了 還好陰天了 不然這一段真的不好掉 太陽太大不好掉 丟 丟 我告訴你這個 不要讓你跳 啊 還是讓它跳了 這陰天比較好丟 你看這牽牽啦 古條虧 這牽牽牙都是魚 但是如果你出太陽的話 魚的警戒心很高 就不好掉 現在陰天在剛剛好 讓它出太陽 出太陽太空了 那這這這這 丟 喔喔喔 這很欠喔 太空虛虛虛就走虛了 找不到幾個點了 都是太淺了 如果陰天的話就沒差 現在又出太陽 那等一下會不會又變陰天 啊不然今天真的就 真壞啊 丟 飛起來 魚是很多啦 但是就是你沒有 沒有魚可以躲的地方啊 在淺淺了 其實鞋子的魚都幾斤的耶 你的鞋子老 剛剛馬上就吃了 跟著它流 有 這種淺淺的都有魚啊 它的太陽出來它就不在那邊 如果沒有太陽的話 它就在那邊 真的 蛤 魚這麼多啊 就是它在這個 天石 太陽釣在草下面 草下面比較不受影響 比較暗 喔喔喔 對啦 噢 自己去操啊 那不然的話其他地方太陽太大 雨還沒出來 還在 還在躲太陽 預計掉到三點半就要收了 然後四點要騎車回家 才可以躲開那個篩車 綜合心電木炸的篩車 結果 想不到太陽一直照 根本就 就 釣也釣不好 雨也不出來 12點多來 12點多來到現在才這樣而已 這要是以前的話 一個小時 不用一個小時就這麼多了 現在水又乾 然後太陽又太大 今天可能要釣到五點 要到晚一點 也可以躲 躲過那個篩車 看起來是沒辦法變陰天了 人這樣任命的釣了 可惜 可惜了 對 魚很粗可惜 它不大敢出來啊 偶爾吃一下 偶爾吃一下 從以前紀錄就是 太陽的關係 太陽的關係 關係到這一段很多問題 對 沒有照太陽也會反光 所以也是麻煩 你看這段現在在反光啊 有嗎 照太陽它又不一定咬 4點多了不掉了 唉呀 今天被太陽搞一成天 掉沒幾隻 12點多來 掉到4點多 掉不幾隻 跟以前差太多了 這樣子而已啦 這樣子而已啦 好了 放一放啊 沒什麼特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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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此花,超大的游到旁边来 看有没有,这边是这边来的 翻的都超大的 这整条地都紫花了,那边也是 这样看来,那边是整条 这龙虎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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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光不知道看有没有,这边都是大的 全部都是啊 这种的真的很难钓 还有游上来的 游上来的应该不是虎虎虎 好多啊 你看,钓游的 比我多的了 它都九斑喔 火口,火口,火口不然 超妖 这个火口等一下要来处理一下 等一下把它选出来 好,把它放一放吧 今天是太阳太大了啦 挖头 好多啊 我,水花就在旁边 嘴,花, PowerPoint, PowerPoint 嘴,花,花, PowerPoint 嘴,菜,花,150 嘴,菜,菜 零梯 今年才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水花 嗯 谢谢大家